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思古教室》 这一集的《思古教室》会教大家打的首歌 是原始祸生的一生的恩惠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 第一,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很棒,很有feel 如果你未听过,就快点听一下 第二,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这首歌全场有15分钟 不断repeat正歌、副歌、Beach、纯音乐的部分等等 而在这15分钟里面 整体的感觉都没有大的改变 有时我们在教会都会面对这个情况 就是歌不断不断重复 我们作为鼓手 就要学会如何安排不同的节奏 用在首歌里面 令到首歌更加有层次 所以我今天就用了这首歌来做示范 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去编排不同的节奏 令到首歌更加有层次 第一步 我们要按着首歌的感觉 想一个最基本的节奏 以一生的恩惠为例 我就会想到这个节奏 有了基本节奏之后 我就开始想其他节奏 先看看我这个示范 一生不如 一生你的恩惠 随上我 你愿望我 有时奔向我 虽然想伤 你的所有缘与我 有的孤独 你不是我 有的孤独 有的孤独 这绝对一个错误的示范 虽然在影片中我打的节奏是适合拍子 但是这些节奏是改变了首歌原本的感觉 和我之前所说的基本节奏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些节奏是不适用的 正确的做法 当我们有了基本节奏之后 我们就要想其他节奏 而其他的节奏是要和这个基本节奏的感觉是要类似的 因为我不想snare drum 和bass drum 变化太多 所以我想的节奏 都在hi-hat上是有更多的变化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让我扶服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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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会令我走过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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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高山都要攀不搁 绊线 你帝上你帝光 你帝光 你帝光 我帝光 你帝光 我帝光 你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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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帝光 第一點值得我們留意 是大勢力的問題 我們樂器如何表達Energy的來自對比 你想高位聽起來夠高 低位就一定要夠低 打鼓一樣 木結他都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這節奏是用在正哥 或者比較安靜的部分 我們應該要打得勢力一點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師傅教室》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或者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 另外如果你想看完整版的 可以成為我Patreon的會員 就會看到完整版本 多謝大家 拜拜